我没有把握住 其实他们内线 我就说嘛 一定要照打扫 但是现在内线 确实是硬实力不够啊 对 好球 巴斯快攻得分 实在是不行 和前两场相比呢 其实今天就像王尔导所说 就是有点泄气的 泄气的就是感觉 没有那么多投入了 包夹再看巴斯走底线 再接 还是个人能力强啊 哇 2加1 太弹跳了 明显巴斯就是快一步 你看 对 立下 起来 明显就是要快一步 而且原地纵跳 巴斯 绑起胡金丘 蓝板自己抢到 再接 漂亮 对 就是抓住 辽宁队这些自己的一个失误啊 对 过啊 这球也是够难的 哈德森一个华球线附近的基地传球 这个球传得非常诡异啊 对 是贼 即将迎接自己队室的第一座总冠军 给他 韩德森 漂亮 单手的报寇 这球打进 辽宁队一只手已经摸上了总冠军至尊鼎 好 哈德森又来了 基地给到韩德森 漂亮 漂亮 隔人扣篮 这个 两分打进 还有加法 对 就是他的脚没有踩到边线 而且像胡锦丘这个协防也没有说是非常好的停住哈德森 对 才有了最后韩德森最后跟进的这块 对 这个挡拆的时候 如果他停住哈德森了 不然哈德森就孤进来了 就没有后面 外轮转身进来 好球 打进就是武家球 打不进就是失误 其实打的比较快 这个时候他两分钟了 还是打的就比较快的速率 两队这边呢也是从挡拆打进 哈德森 就进 我这球太神了 弧度啊 比他平时的弧度要低很多 其实 其实这个 是有给 哈德森再来 就 我的球 翻车 翻车 我哈德森了 谁要的三分球啊 外轮投进来 左手 勾抛 漂亮 这球的处理啊 好球 和外轮 好球 外轮在这时间是连打不分 所以我觉得